大家好,我是小菜花,过几天就是三福天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生姜加红他们两种保健养生做法 三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天气炎热 我们会情无自尽的吃冰凉食物和喜欢待在空调房里降熟 民俗有句老话,冬吃萝卜下吃姜 从古到今流传下来 姜性温有发汗补虚,针对三福天的脾胃虚寒有一定的改善效果 老生姜两块洗掉表面泥土,用刀把姜表面刮干净 再用清水把刮干净的姜冲洗干净即可 姜洗干净后,把其中一块姜切成姜片 切好后放案板上,备用 接着准备几颗红枣 把红枣盒去掉 小锅里倒入三碗清水,我煮的是两个人的量 接着把切好的姜片放进来 去了核的红枣也放进来 水烧开后中小火煮10分钟 另外一块姜,把姜切成薄片,越薄越好 再把薄姜片切成细姜丝 越细越好 准备一个有盖的杯子 捉起一点切好的姜丝放杯子里 接着放入两小勺红糖 再放入几颗枸桔 然后倒入开水 盖上锅盖焖泡 10分钟后打开小锅里的锅盖 紧接着放进适量红糖 再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盖上锅盖煮5分钟,把鸡蛋煮熟 5分钟后,姜红糖水煮鸡蛋就煮好了 出锅 姜红糖水煮鸡蛋可暖身暖胃 增加能量 活络气血 加快血液循环 特别对女性痛筋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对着凉引起的感冒 鼻塞有治疗功效 杯子里泡着的姜红糖水 不烫手不烫嘴就可以喝了 姜红糖水可以快速的补充体力 受寒腹痛 预进来易感冒的人可用姜红糖水去寒 对清肚的拉肚子和姜汤有减轻功效 今天姜加红糖的两种保健养生做法就分享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赞 关注